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陆文波 今天特别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SWT上的一些真题 那么我们学校呢现在准备去做这样四件事情 就是PTE的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真题 那么今天我们以WT为例给大家做第一个视频 然后希望大家进一步的关注文波.tv和我们YouTube和优酷 包括腾讯的视频 我们会接下来持续的给大家去带来真题的讲解系列 好了,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那么SWT大家都特别熟 300到500字一大段 是吧,或者好几个小段 那么考察两个能力 第一是读,第二是写 写出一句话 5到75个词,是吧 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呢就牵扯到一个问题 到底我该如何去读 那么我们都知道总的是10分钟 我们建议大家是352 什么意思呢 三分钟读,五分钟写,两分钟检查 是吧,这是足球的阵型,352 那么行 那么下面我们就介绍这道真题 来给大家讲解如何去读 如何抓住 文章当中的重点信息 如何把一些不重要的信息 直接把它撇去 好吗 那么还有就是写 如何使用廉词 如何使用标点符号 把真正重要的信息 用一句话概括出来 好了,闲话少说 我们进入正题 带大家一起去读 好,那我们看第一句话 inequality 不平等 在世界公民之间 以前 use to 以前是由阶级和地理决定的 实际上我读到use to 我就感觉是转折了 那么真正重要信息 第一点大家总结出来 就是什么呢 转折之后 以前怎么样 那真正的重点在后面 但是最近的研究显示 说这个人们的财富 现在主要是由 他们住在哪里决定 也就是说 以前是由阶级和location决定 现在只有location决定了 听懂了吗 以前所谓的公喉博子男 没了 那么下面 递进as a result 因此经济上的移民 成为了个人 从泛者国家 去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的 最主要的 这个关键的方式 也就是说 因为我住在穷国 所以我想到富国移民 移民就是提高 我的经济地位的 接下来 政府并不能够 缓解移民的压力 在他们的社区上 除非知道 那么全球的不平等 得到减少 也就是说 只有咱们各个国家的 经济上都平等 那么那些穷的国家的人 才不会移民到富的国家去 是吧 都差不多 没必要去改善 自己的经济地位了 好了 那么第一段咱读完了 脑中有两个重要的信息 第一 以前是由阶级和location 共同决定 我们的不平等 现在呢 仅仅是由地理位置决定了 再有一块呢 就是说 所以很多穷的国家的人 就到富的国家移民了 那也就是说 进一步隐身 就是政府 只有把我们的 全球的不平等减少 那么才能够 真正的 缓解移民的压力 是吧 好 两大点 那么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 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个 写体字 那写体字 我第一反应 就是某个研究 因为前面说过New Research 所以这是一定是不重要的 你管它叫什么书 是吧 哪一年出版的期刊 本来就非常紧 肯定没有时间了 所以我们直接跳 后面又见到了人民 更不重要 再看到了 Of University of Maryland 你管它哪个大学呢 是吧 包括中间有些词 什么proletarian 什么无产阶级 你要知道这个词干嘛 是吧 我知道 无所谓 那么在这里 你直接跳过去 我们发现这个研究 他研究了 the differences in income 收入上的差异 在国家之间的 并且做出决定 决断 是什么呢 就是做决策的人 最重要的事情 就应该是去帮助 反正国家 好 那么 政府啊 而且帮助 这都是废话 你最多的把这个帮助 扎进去就可以了 好了 前面全知道 跳跳的东西 不是很重要的信息 来 我们看最后一段 看起来最长 我们同学压力也是最大的 三分钟 可能已经过去两分钟了 那么我们看 最后一分钟 我们把这一段读了 not only 我放在巨手 实际上语法好的同学 我们都有感觉 否定是放在巨手 前倒后不到 是吧 not only it's the overall inequality between world citizens 不仅仅啊 世界公民之间的不平等 在21世纪的 早期的不平等 要比150年前 要更大了 而且呢 but 后面就不用倒装了 是吧 而且他的这不平等 这构成呢 极大的改变了 从以前啊 是由阶级和location决定 现在呢 主要是由location 是不是全是废话 是不是啊 那我觉得前面都讲过了 最多有一句话 就是说 咱们21世纪 早期的这种不平等 比150年前呢 要更大了 那就是说 现在越来越不平等 是吧 最多把这句话加进去 that's it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看后面 analysis of incomes 对于收入的这种分析啊 那么揭示出了一个 穷国和富国家极大的差异 又是废话 直接调料 这个事实 极具政治和经济意义 极具政治和经济意义 就是说很重要 在政治经济上 那么个人呢 可以获得很大的收入 如果移民到富的国家 是不是还是废话呀 所以我整个读完最后一段 我觉得真的 有一些新的信息 那就对比 以前跟现在 比起来 我们收入差距 我们之间的不平等 更多了 是吧 那大家想一想 第二段 前面大量的废话 那真的就是说 我们发的位要帮他们 不就行了吗 那上面一段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对比 那么大家读到这里 我们总结一下 重要信息是什么 第一 手句 墨句 然后呢 转折之后 是不是 那么递进 前后 我们也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这是重要信息特点 那不重要信息是什么 你看啊 一些专用名词呀 某个杂志期刊呀 某个大学呀 某个特别特别长的名字呀 高尔基 Alexa Maximo 一些比斯科夫 你管那么多教育 干嘛呀 是吧 所以这是不重要的信息 那么再有一些 所谓很难的单词 一般都是子老虎 不要被他吓出 抓住重要的信息 就够了 本来就让你写 五到七十五个词 对吧 那么你不可能 全部都写 好了 那么大家理解了 那我下面就要去写了 写的时候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 要遵循几步 你理解了他的逻辑 然后呢合并组为兵 是不是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 写的常见的步骤 是什么 刚才我带着大家读懂的内容 也理解了逻辑关系 这个逻辑关系 就是说第一段讲 以前不平等 是由这个这个决定的 现在只有地理位置决定了 所以很多人移民了 那我要帮助他们 要解决这种不平等 就只有帮助他们 That's it 就这么简单 那接下来呢 我们第二步呢 我觉得读懂了之后 看一看 因为只要你写一句话 那我们就能不能 合并组为兵 什么意思呢 我喜欢踢足球 我喜欢打篮球 我喜欢踢足球 喝打篮球 这叫合并兵语 是吧 我来看了看 又走了 叫合并为语 合并组语 他们爱我 金文爱我 他们和金文都爱我 就这么简单 是吧 那么这一段 我们要想合并组为兵 要想首先合并组语 我们看看 整个这么多 是不是都是围绕 这某个具体点讲的 那么我们就以它 作为这样的一个 句子当中的名词中心语 比如说 这篇文章 那我们发现 讲来讲去 都讲的是 inequality 不平等 是吧 那我们就用 witch and which 这种定语重句 并列定语重句 来修饰 或者补充 这个不平等 具体情况 是吧 当然有些同学 对于限制非限制 加多号不加多号 不太熟 大家可以到文波.tv里面 书定语重句 你就可以看到了 好吗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 底下的这个网址 自己书进去 也没问题 好了 合并之后呢 你就要想了 我用什么样的廉词 我们不主张 用一些特别复杂的廉词 只要能够真实的表达 文章中的逻辑 关系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我来说 主干 就是讲 以前不平等 现在不平等 主要有什么决定 所以很多人就移民 政府要想缓解 那就要帮助他们 是吧 那这样呢 就是我想到的 核心的关键的信息 是吧 写完之后再看看 有没有要加一个两个内容啊 有没有小的语法错误呀 是吧 好了 那么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写的答案 那么不平等 inequality which was less obvious a century and a half ago 150年间 不那么明显的 and which 并且 由阶级和地理位置 共同决定 以前的这样的一个不平等 现在 主要是有地理位置决定了 因此 很多来自发展国家 那就移到 发展国家 干嘛呢 我们刚刚说 是去改善它的经济地位的 我们换一个词 ameliore the economic standing 并且因此呢 政府 并不能够缓解移民的压力 除非 知道 全球的不平等 得到减少 好 大家实际上 看一下 我的结构就是说 主干 是不平等 which and which 把两个重要的信息 连进去 作为一个补充 真正的主干 不平等呢 现在是由什么时候决定了 因此 很多发展国家呢 叫移民来改善地位 那么 再来一个 and as a result as a result 相当于一个副词短语 and 是并列 那么就and and and so 什么什么 and 政府并不能缓解 除非怎么怎么样 那么 我们 这样的话 大家就理解 我这个句子结构了 好吗 那么 关键要抓住主干 前面读也很重要 好了 那么 我们在这里看到 是由 三个并列的句子 前面 inequality 怎么样 so 连接了一个并列句 and as a result and 就有一个并列句 所以是三个结构 三个句子 中间有两个连词 n个句子有n减一个连词 是吧 当然 第一个句子当中 又有了两个非限制性定义重句 也就是并列非限制性定义重句 来补充说明 这样的一个不平等 好吗 那么 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 作为swt真题的第一个讲解 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大家请关注我们的官网 文博.tv 然后 我们目前呢 在墨尔本和悉尼都有分校 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 这样的一些学校 跟我们的老师 进一定的咨询 那么 底下是我们的 微信号 那么 左边 是我个人的 我们文博的个人的号 然后呢 左边是公众号 右边是我们的悉尼 个人号 感兴趣的可以去问一下 Michael老师 好了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 我是卢文博 谢谢